端午節就快到來 高雄前鎮一間知名肉粽 業者為了趕訂單 居然非法雇用11名外籍移工 來幫忙包粽子 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只見這一群移工 每個手腳都非常俐落 包粽葉的動作相當熟練 而移民署發現 這群人其中一人還是失聯移工 直到即將被遣返 他抱著老闆娘大聲痛哭 最近訂粽子的民眾暴增 老闆娘因為人手不足 這才決定挺而走險 來雇用這些移工 而這也已經違反就業服務法 恐怕得面臨最高75萬元的罰款 也讓老闆娘後悔莫及 因為這下賺的錢 拿來賠錢都不夠